为方便年长者进行日间护理、复健治疗和活跃乐龄活动 本地首个由两家社区护理机构共同经营的活跃乐龄护理中心正式成立 可为超过1200名的长者提供更高效完善的综合护理服务 记得李仪华报道 德惠景活跃乐龄护理中心 由原处社区服务和圣路加乐龄关怀携手设立 是蔡厕港区首个也是规模最大的综合乐龄护理中心 这位需要复健或护理的年长居民提供便利 两家社区护理机构结合了各自的强项和资源 为长者提供更全面的护理服务 一个重要的目标是确保老年人能无奉险接各种服务 并感觉自己仍属于同一个社区 我们就要与我们当中的年长的乐龄人士一起同行 我们走这段路 我们带他们走过一个灿烂的年老的老龄化的社会 物理中心今年2月投入运作以来 以为约450名年长者提供服务 新传媒新闻记者李一华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